第35题,关于已达成平衡的可逆反应,各酸根加酸变成二个酸根加水,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那这就考所谓的勒沙特勒原理,选项A,PH值减少时,各酸根容易存在,老师教的勒沙特勒原理叫做取有余补不足,多的送给人家,少的给人家药,PH值减少就是清粒浓度变大,所以清粒子会变得比较多。 那么清粒子变多,多的送人家,所以反应朝右进行,应该是二个酸根容易存在,而不是个酸根,选项A是错的。 选项B,如果将水除去反应向右进行,将水除去水变少,少的向人家药,所以反应会朝右,所以选项B是对的。 选项C,加入醋酸水容易会变成橘红色,醋酸是酸性,会使清粒子变多,多的送人家,反应朝右,颜色变成橘红色, 选项C也是对的。选项猪,加入绿化钠水融后,不影响平衡移动,这个在国中生是对的,因为绿化钠是中性,不影响我们清脂的浓度, 所以在国中交的时候说,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的平衡的移动,所以错误的选项是A。 第35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我们答案选的是A,PH值减少时,各酸根较容易存在。